我們不要對任何人進行人身攻擊 我覺得特別不好 但王曉飛你爆料前期大S 長期服用為禁藥物 每月還要我給藥方 支付100萬元台幣 這事就很好嗎 有知情人士自己告訴我 大概有十來多會 手上還有其他任何東西嗎 不少有一刀拼命的證券 證明照 那個照片看起來就是 並非好朋友 如果一般沒有人做的話會告的 一道接近親的東西 重點是身邊 我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 你那意思有才多聽嗎 這件事情就留給他下去下槍 我是同情他 資深勾仔葛思琦 現在是真的沒在同情了 他先是丟出兩張非影親密合照 之後向中天娛樂加碼爆料 王曉飛婚內出軌多位女性 整個話題爆出後 直接狂燒三千里 不僅燒出微博文宇榜前三名 也把王曉飛給燒出來 現彭文表示 照片裡那是酒後失態 出軌多位女子 則是子虛無有 並委託律師團隊在台灣提起訴訟 一份證據說一份話 對 有圖片有影響 有證據我們就是時候會曝光 格思琦看到王曉飛彭文後 果然直接嗆瞎將曝光手中證據 一定給大家清楚的交代 希望到時曝光的對話消息 你不要想不開啊 我是巨蟹座的人 特別會考慮別人的想法 然後站在別人角度考慮 但王曉飛接下來的舉動 可說是自打臉了 他沒管格思琦的嗆瞎 再度發文 內容除了提到 與大S談結婚 多次往返大陸與台灣 文莫竟然大爆料 前期大S長期服用 違禁藥物 每個月還要我給藥方 支付100萬元台幣 他幾次精神出現狀況 都是本人在旁搶救 這篇破文 王曉飛發了兩次 妙刪兩次 但網友早已截圖瘋傳 面對如此驚人的指控 也逼得大S經紀人 與X媽出面回應 西元從不做違法的事情 他也從來不會強迫 順便的任何人做任何事 西元從第三胎流產之後 他的身體並沒有辦法 應付太大量的工作 尤其家中兩個孩子都還小 他盡量把時間留給孩子 據我所知 他們兩個從結婚之後 家裡的開銷 就是各自在付乾著 那100萬是西元的收入 減少之後少費 她是分在家裡的開銷的費用 其實在離婚之後 也沒有多一毛錢 S媽更痛心表示 要王曉飛六點口得 我之前那麼袒護她 她這次講得太過分了 為了兩個孩子 不要再傷害西元 我想問問男孩子 你老婆給你戴綠帽 你應該怎麼辦 而大王離婚後 閃婚聚聚夜 有不少人跟張蘭一樣 質疑大S 那就來聽聽 葛思琦的看法吧 很多人就會懷疑說 會不會是他們婚前也有聯絡呢 其實婚前的聯絡呢 你只要一通簡訊 或是一個生日祝福都算 我絕對相信這20年 絕對有這樣子的司機 我覺得就是 朋友有情上 沒有愛情上 之後兩個人可能就是 走了一圈 最後還是同道 等一圈 你覺得看劇情圈這件事情 你覺得有很扯嗎 我覺得一點都不扯 她認識王曉飛才40多天 連半年都不到 但她跟劇情圈起碼認識了要20年 到底是誰要了解誰啊